空间,车内空间非常的大 车机里面安装的那个软件太少了 2020年的车了,连这个功能都没有 我觉得有点失望 你太让我失望了 要什么自行车呢?要啥自行车? 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小朋友 加上我老婆呢 那肯定是要三座以上的车 我们预算大概五六万到七八万之间 其实可供选择的新能源电车也不算多 我们主要考虑一个欧拉RE 还有一个是小蚂蚁这两辆车 后来主要是我老婆感觉欧拉RE的外形 她比较喜欢,比较复古 然后就买了RE这辆 然后当时颜色呢,我们选了黑白色 其实还有个蓝白的也挺好看的 不过我们去买的时候 赛斯店那个车比较紧张 就是黑白的 那么就不用考虑了我们 直接就订了这个黑白的青纸版 350亿公里续航 这个车子主要是在市区内 我老婆接送两个孩子上学放学 还有买菜啊什么的 平均大概一天就开个五六十公里吧 五六天去充一次电 目前我们都是去外面快充 快充比较快 差不多半个小时就能充到百分之八十几吧 选择在晚上十点之后去充 我们当地有一个充电 差不多就几毛钱一度电 这样算下来其实用车成本非常的低 现在我来讲讲欧拉R1的优点 第一个优点我觉得外形非常的好看 然后第二个优点就是欧拉R1的空间 车内空间非常的大 它的后排我一米七七进来之后 坐在后面还有一圈 第三个优点就是这辆车开起来的感觉 更像一辆真正的车 底盘也感觉非常厚重 提速就不用说了 电车它本来就天生的优势 扭矩非常大 缺点第一个就是空调 空调按键就没有物理按键 我觉得不怎么方便 现在你看我要调空调 我要进入这个车机的手艺 然后要点进二级菜单之后 我才能去调整风量风向 比如说智能的按键 我希望厂家以后能做出一些改进 把它空调做成做在这个一级菜单这里 第二个就是车机里面的安装的软件太少了 它原车附带的多媒体收音也有音乐 但是这个音乐库不是很 然后第三个它没有显示车内外温度 这个我觉得太不方便了 以后我自己如果要换车的话 我想肯定也要换这个电池 现在应该比较安静 动车成本也低了很多 比较这个提速性能也非常好 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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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 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 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 你就点个赞 中文字幕——YK